Hello yo 大家好 我是Cosmic 上一集我就开拍了 十位大马最屌的YouTuber 那么这一集我也是要延续下去 然后开拍第二集啦 所以这一集可能会讲到你喜欢的YouTuber 在我还没有真正试试开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OK 所以如果有看过上一集的人就会知道的啦 OK 这一集我也是要重新的简短的说一下 以上讲到YouTuber只会马来西亚不会讲到去其他国家的 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有些YouTuber没有讲到 OK 还有一些已经讲到了 可能会在上一集 等下在后尾 大家可以按下去那个链接那边 重看回啦 Let's go 第一位YouTuber 其实这个YouTuber的组合比较特别 我刚讲的是组合嘛 所以它是两个人来的 它就是阿元与沙子 Ivan and Sandy 那么它们两个都是拍那一种 怎么讲就是很像Couple的空族 拍拍拍拍去啊 一些关于 比较有love 比较有爱情的 比较浪漫的那种那种拍 然后也是当然啦 也是有拍那种Vlog啊 来给他的观众知道他的那些热常生活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他的影片是蛮特别的 可以讲算是 有一点像是台湾的重量级 但是呢 台湾的重量级呢就是 怎么讲 跟他的不太一样啦 就是有一种感觉是不一样哦 嗯 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 He Weising 耶 相信如果有人知道它的话呢 都知道它是拍汽车的 OK 那么呢 它有拍QCCS啦 那么之前它也是有用一个名字叫做半捧水的这个productions 但是过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也没有拍了 过后就少拍影片了 然后现在专注的都是在拍QCCS 那么QCCS呢 就是青菜汽车的一个频道这样子的啦 很像是这样的名字啦 我怕我讲错 OK 那么它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那些汽车拿去改装啊 用它的BIOS跟人家的车斗啊 那种之类的啦 OK 如果你喜欢车的knowledge那些 你就想要看这些这样的东西 OK 对啦 你去关注它就对啦 因为它经常都会拍这种类型的影片 在Valacia 华语频道讲 呃 汽车的这些youtube 它算是其中一个的啦 因为算是很少人做这种这样的节目啦 嗯 第三位 这一个呢 哇 大家听到它鼎鼎大名 大家就知道它是谁了 它是一个经常拍game的 然后样子超帅 然后呢 看它照片哇酷酷这样子的 很眼的 老屋 OK 那么其实老屋拍很多都是那种game的啦 video啊 那些gaming video games那些这样子的 然后也是有拍一些开箱啊 iPhone7开箱 Asus laptop开箱 很多东西它都有拍的啦 就是关于到technology 还有gaming的 but mostly它出名的就是它拍game的那种 啊怎么讲啊 嗯 实况游戏这样子的 啊 它模式是拍那一种 然后呢 它拍到带出自己的style那一种感觉 然后搞到外国的人也知道管它的东西的 也知道它这个youtuber在malaysia 所以它算是很景很景的youtuber 然后呢 它的subscriber现在是800千 哇 我相信此点大家看到我这个影片的时候 它已经不懂什么什么什么数字去了啦 第四位 这一位youtuber呢 哼 我跟大家讲最近我有跟他合作过了 有跟他拍过影片 有拍过Q&A的 他就是 都市传说的 鬼王 王王爷你看出这个影片都好 我也是不理你啦 我当然也是鬼王啦 所以叫你每天拍都市传说 对啦 就是文王爷 那么呢 它经常拍那些都市传说啦 然后也有是拍了几部作品我去看过的 那么呢 开头 我所知道的它呢 是拍 啊 王爷开炮啦 人家是开炮开开开开开开一下 那个炮就射到去鬼屋去了啦 那就变了都市传说 啊 啊啊啊啊啊 i don't know ok whatever 总之大家喜欢看那种都市传说的 对 订阅它就对了 对 点王狗都有看 台湾的王狗都有在看它的影片 你还不去订阅啊 完了 你就找博了 对不对 第五位 它呢 就是陈祖恩 Joanne Tink 那么呢 它呢就是跟他哥哥一起拍那些开箱影片 那么其实之前我没有看到 然后在YouTube Suggestion List那边我看到 我觉得蛮不错耶 没人就有这样子的YouTube 因为它蛮年轻 它拍的影片都已经很好看了 这样如果他将来他长大拍的影片更加会不得了 那么呢我之前有看过他开箱几部影片就是开箱 那个Mix的食物的啦 还有做那个关注眼睛做史莱姆的 这两个影片呢都是我在有观看过的啦 然后他还有拍很多很多很多的开箱影片啊 很多很多不同的影片啊 那么呢他跟他的哥哥的那个关系呢 给有一种感觉像那个外国的两兄妹的那个 叫什么名啊 啊没关系 我等一下会在这一边放一张照片 嗯 你们就懂我在讲谁了 嗯 第六位 车哥就给你操咯 他唱过一首歌 非常的红 每天叫人家飘去一个地方 对啦 王明志 Name We 这一期我突然间很喜欢听他的歌 蛮喜欢听一下啦 ok本 永远都背不了那些歌了 ok你知道我这个 即歌即到要死的家伙 那么他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多样化了 然后我讲的多样化不是乱乱唱的那种啊 他我觉得他算是大马的周杰伦 对 他的才华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欣赏 你不要讲他只是做买那种无聊东西啊 他只是讲正伙什么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我们先不讲 我们只是看他的音乐创作 哦 真的是非常棒 可以讲真的过真的 超级喜欢他的歌 尤其是那个飘向北方啊 还有 呃 击败人啊 这两首都是蛮不错 还有那个什么啊 跟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唱那个小苹果的那个筷子兄弟的合唱的一首歌 啊什么什么方甲的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啊 呃 对不起老板 这样子之类的东西 我不知道啊 总之你们在影片上都看到的啦 对不对 嗯 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呢 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 他可以自己 呃 达到这样子的水平 就是比基尼做事 不太有人懂 勾到麻婆的华语 红了一点 然后做做做做做做做到现在 然后我觉得哇哦 真的是很厉害 再来这个呢 相信大家 可能对他认识 也可能对他不认识 如果你们家里有花一台的人呢 就懂他是谁的啦 OK 他就是 ICT OK 那么呢 他呢 怎么讲 他拍的影片都是那些 啊 Cosplay 翻唱 Cover 改革 yes 一出过四字词讲完 OK 那么呢 他也是有在啊 花异台那边拍一个电视剧 那么什么啊 什么花异 什么校园的 OK something like that 我记得是这样子的东西 but then 如果大家想要关注 又想要看这种Cosplay的 又想要看一些Vlog 又想要看一些啊 这种啊 啊 翻唱Cover歌的这些东西呢 对 去订阅他就对啦 OK 讲到没有这样快 现在已经去到第八位啦 那么呢 第八位的YouTuber 呃是谁呢 就是 之前跟Cody Hong 有传有关系的 OK 搞到我也觉得很像是有关系 这样 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是在一起的话呢 我真的会很祝福他们 因为看看下 他们也蛮配的 嗯 他就是 Don't bring soda 嗯 他呢也是拍很多那种开箱影片啦 然后呢 他还是一个DJ的 就是 MDJ来的 所以我觉得 哇哦 看起来他样子很年轻也在讲呢 然后他又拍很多影片 多很多很多很多影片啊 然后经常跟很多不同类型的YouTuber合作 所以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DJ 以及YouTuber 所以也很值得大家去订阅去看看的 嗯 那么呢 当然啦 他也有拍一些Vlog 之类的啦 那么也是拍的蛮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你看 第九位 这一个呢 哈哈 呃 我要怎么讲 他是一个跆拳道高手 哦 哦 奥吼吼 他可能是李小龙啦 sorry 哎呀 whatever啦 总之他是一个台军大高手 然后曾经也是有在 《终胜中》电影里面出现过的 不是曾经出现过 是简直就在里面演过 他演了蛮多次的 最猛学生啦 最坏学生啦 他都有出演过了 他就是蔡长永 对啦 蔡长永呢 经常拍的都是那些 怎么讲 那些比较daily vlog daily vlog 又会令到你们想要看的那一种 那么他有一几部影片 都是我蛮想看的 就是他之前 以前 跟那个谁啊 Susan一起拍去7-11 买东西吃吃吃的那些影片啊 然后那些那些这样子的影片 我真的觉得蛮好看一下子的 然后 他有拍很多很多影片啦 然后也有跟 就是上一集我提到的 林桑金的YouTuber一起 合作过啦 也有跟很多很多很多YouTuber 就好像Denis啊 B永那些之类的 他都很多有 join在一起一起拍片啦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蛮强的一个YouTuber 那么他的实力也相当了 听 Explorer 噓 讲都没有 这样快的 这样快的 已经去到 最后 一个YouTuber OK sorry 其实我不应该讲 最后 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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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 το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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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ų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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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awd Об slick的 多到5多 features 不好意思 因为马来西亚讲usa 出色的YouTuber 很多 但是,怎么讲,要引人挂住这个东西,的确是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需要学习的 OK,最后一位啦,就是 我不可以直接讲了嘛,直接讲就不爽了咯 OK,第十位YouTuber就是一个Beatboxer,他也是一个Beatboxer 然后呢,他跟Denis以前是玩游戏认识的 然后呢,他拍的影片都是英文 他就是Shawn Lee,对啦 他呢,也有怎么讲,做一些节目这样子啦 然后也有出自己的T-shirt,bring it,bring it,bring it,something like that I don't know,what the hell man OK,总之是类似这样子,然后他也拍很多Vlog 然后呢,如果你有喜欢英文那些这样子的Vlog的话 因为他只是讲英文吧,他的频道是英文 so,如果你们喜欢英文那些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去关注他啦 然后他经常会很像讲Beatbox一些歌这样子啊 去Cover,用Beatbox来Cover一首歌这样子 然后呢,他也是经常有很多Event去做这样子 因为他本身都是很忙的人 然后他有做很多很多Event 然后之前有一个TorotaVios的一个在Sepang走的那个 他也是有跟Danny一起去走那个Race的 那么呢,他也是有做很多那种Fashion的那种介绍啦 很像那种鞋子啊那些他都有拍过啊 然后那些相亲的东西 所以那些种类的东西都有拍啦 OK,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那么也要去关注他 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的 讲的没有这样快,终于都讲完了10个Youtuber了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Youtuber 我都没有办法逼进来太多了 等下我讲讲一下就越讲越久了 所以就明白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开拍第三集 这样子又是讲这些Youtuber的话呢 你们就在下面给个赞我 OK,如果这个影片我不要求多啦 破15个赞的话 我就开拍下一集 就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就 这一集就这样stop这些呢 然后等到有破了先再拍 就是这样子 OK,所以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呢 还有不要忘记在下面留个赞 来支持我拍下一部这一种系列的影片 还有,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聊的话 在下面的comment那边留言给我知道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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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讲到很快啊 很不舍得耶 好像只有爬第二集了 哦 n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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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